这几天呢 我来了云林的五年前岁公园 云林 我来了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云林 这是云林吧 云林呢 我从高铁下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空气 牛粪味啊 猪粪味好重哦 很熟悉的感觉 跟我在泰国的那个 云来的家 味道一模一样 然后呢其实呢 我跟云林呢没什么渊源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 来云林工作等等 可是呢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这个 五年前岁公园的介绍 我很想来呢 看到里面奇怪怪的 各式各样的雕像 我想要亲自来看看 所以我就决定 这一次来云林了 好了 继续看看吧 还没有进去就看到一个 让我 恭喜不好的回忆的雕像 这个是 中文就叫米勒佛是不是 泰国呢也有很多米勒佛 然后每一次呢 跟你寻朋友啊 家人啊 亲戚经过这个米勒佛 就会说 然后这里想说 Sigma Sigma 你现在没有这个困扰吗 因为你比较像母粒 我已经像母粒了 走进来了 他有说请一号码指示有缘 因为听说这边呢 真的非常大 就是大到会迷路的那一种 他们就是有那个推荐的路线 让我们跟着那个指示走 放心 我是不会走完的 我是绝对不会走完的 我开心就是结束 就算我走不到出口 我就要从入口出去 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目前已经走到第四号了 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啦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来解释一下这边好了 现在没什么东西可以看可以讲 因为这里呢 本来就有一些自然的环境啊 小山丘啊等等 然后因为政府要推动 环境美化 所以这个地方以前是没人管的 就越来越乱 越来越退化 所以就趁这一世 建这些公园 让大家可以来参观 现在呢 在他们的放生时 好多乌龟哦 好多龟头 一堆乌龟的头伸出来 好多龟头哦 好兴奋哦 这个就是观音菩萨嘛 对不对 跟旁边的是谁啊 他的两个小跟班 他的两个小跟班 他的那个小跟班 真的是放生的表情 哈哈哈 放空 我真的很喜欢台湾的审美 这些东西要建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画什么东西给政府的人看 然后批准下什么预算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样子都 都批准下来 哈哈哈 代表台湾的这种就是接受各式各样的审美的文化 真的 很多元很广泛 我很喜欢 因为泰国的话 每次就是那种老人很喜欢的那种 无聊 一成不变的那种风格 他们知道你啊 那我是谁 我是谁 什么娘娘 不知道我是哪里人啊 在这边拍什么照 记得去订阅我哦 对泰国舌丸 好 好 哈哈哈 这个是兔子在做木瓜沙拉吗 哈哈哈 泰式木瓜沙拉 哈哈哈 这个桥呢 谁爱走就走 老娘是死不会爬上去的 哈哈哈 可是你有看到那个兔子吗 很性感的 他是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是这个方向吗 这么没人呢 就真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呢 来到这边 这边是寻仙洞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就是 设计这些东西的人 就是在想什么 哈哈哈 哦 他就是有很多 神像的雕像在这一边啊 有天机星 有地龙星 有天勇星 一群神仙聚在一起 开派对 哈哈哈 这个神仙在跳 鸭鸭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真的蛮跟进食室的 哈哈哈哈哈哈 硬腰星漏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太刚好了一点哦 我不是 不尊敬的意思 可是这个位置 就是 真不尊敬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羊还在这边 你尿在老娘的背上啊 这是牛 你分得出来 牛跟羊 这么聪明 哈哈哈哈 这个绿色的水是自然的嘛 是他设计的嘛 就是这个颜色的水 看起来好干净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找到出口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才走到19号而已 哈哈哈哈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好大啊 哈哈哈哈 这是一堆雕像 哈哈哈哈哈哈 它写 死路不通 可是你说这是捷径 哈哈哈哈 因为这边是19号 这大概20几号 然后从这边进去就是 紧急出口 哈哈哈哈 谁说死路不通 所以你不要再相信 什么文字上写什么东西 你看 你从这边出来 就到35号了 哈哈哈哈 有秀 我们就是要这样 谁要旺晚啊 谁要看所有东西啊 我最讨厌的是那种 什么人生 你是要体验 得什么机会完成什么东西 我人生 就是要体验 在床上睡觉 哈哈哈哈 我是谁 什么 回答不出来 所以我把你丢到河边 哈哈哈哈 这边我看到它写34 可以回去看33 32 31 可是我不要 哈哈哈哈 我们有要当什么 立志的网红 我们一定要把它看完 没有 没有这一回事 现在呢 往右走 就是 35号继续到38厕所 往这边呢 就是62号 我们要怎么做的抉择呢 到底是62号 哈哈哈哈 赶紧走完 赶快把这个影片拍完 我再猜一想啦 这边是62是不是 然后63去往那边 是要逼我们上桥的 哈哈哈哈 我怀疑 它是要逼我们上桥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边绝对是解禁 哈哈哈哈 这支影片呢 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解禁 哈哈哈哈 太热了吧 这边 那个手满下流的 哈哈哈哈 而且在 河边呢 我必须得讲这个配色 哈哈哈哈 是思考过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格格不入 哈哈哈哈 喂 它还会动欸 它还会动欸 因为其他的都是那种自然的风景啊 什么山丘啊等等 突然出现一个彩虹色的这个轮子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你看那个桥的颜色 这感觉就是老年就是现在 就是想要这个颜色在这边 有谁有意见吗 有谁在乎什么颜色的配色等等嘛 有没有在乎啊 我就是现在就是要这个颜色 哈哈哈哈 很任性的设计 我喜欢做自己 就是你看绿绿的什么灰灰的 石头的颜色等等 突然出现一个这个颜色 哈哈哈哈 欸我是不是走错啊 因为这边写61欸 我还想说这边是捷径 就不用过那个桥 这边是61 那边是63 那就代表这个桥可以不用过啊 现在就一直在想方设法 不要过那个桥 哈哈哈哈 好我回去看看 我要认识你 我是谁 你是那个泰国的那个娘娘 你居然忘记我的名字 你走开 你不要跟我打招呼 他就知道我的名字欸 就是我就是泰国娘娘而已 那个泰国什么那个娘娘什么 就是泰国娘娘 哈哈哈哈 哇这有胸部 有两颗胸部在这边 好色情哦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奶头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来这边呢 就很像体验人生 我们有很多岔路 是要做抉择 然后我们不知道 我们做的这个抉择呢 会不会正确 往那边走是65号 往这边走是出口绝境 你相信他吗 因为这边感觉 65号路是平的 可是这个绝境呢 路是有波动的这种 啊好难做选择哦 那 这样好了你先走出去看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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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来告诉我说就是这个边怎么样 坏啊坏啊 这就是我的选择 这就是我能操控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你刚刚去看了那边是要爬楼梯上去是不是 所以你看就算感觉前面录制品的 可是你走过去它是一样是有楼梯要爬的 对 这是人生的故事 出口呗 我们到73号咯 来到了静心楼阁 真的就是出去结束了 你问我要结束了吗 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什么是落汤鸡吗 你是形容你这个样子跟我现在这个样子 懂吗 你还问我要结束了吗 谁要继续拍啊 然后会有人可能说 哎好后悔哦 没有把它逛完 不会 不会有后悔这件事情出现在我的这支影片上 哈哈哈哈 祝福各位鲁土愉快 谢谢光临 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们今天的想要看的最重要的景点就是这边 我们看到了就够了 哈你看 在这边也是一样可以看到龙船 哈哈哈哈哈哈 龙船在喷水 在出口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所以啊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我们要换位思考 不一定要就是亲自在那边看到等等之类的 我知道绝对会在影片的留言 下面有人说 根本没有走完啊 那个也没有看到 这个也没有看到 老娘 没有要看 哈哈哈哈 你有本事就自己来看 啊 不要在那边 有点点点 老娘要看什么就是看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看够多了 你看我已经走这么多了 我今年流汗的扣打 一定花完 哈哈哈哈 我整个身体就是 哇 我从来没有就是 留这么多汁过 哈哈哈哈 我今天真的留好多汁 我真的义无反顾的 往出口出去 好了逛完了五年千岁公园 他说 全部行程呢 大概需要花费九十分钟 七十三个景点 我花了也差不多九十分钟 可是看了大概不到十五个景点 哈哈哈哈哈哈 但有差吗 没有差 至少我就是来过了 我必须的将来这边呢 真的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来这边看好玩就好了 看一堆雕像 蛮好笑的 蛮有趣的 然后 要小心安全 因为它就是蛮不好走的 好了 这次来云林呢 应该不止 在这边 应该会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来吃吃看 所以 就敬请期待吧 那所有关注的 我是按赞 订阅分享 大家看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